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 集中在美中两国的军事政策会晤 这次会议是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举行的 双方的防务官员 终于在经过八个月的等待后 再次坐在一起 讨论了当前的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 在会议中 美国国防部强调了 保持两军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 这样可以防止竞争升级为冲突 并降低误解的风险 美方代表表示 这次会议是一次坦诚的交流机会 让双方能够针对彼此的关切 进行深入讨论 不过五角大楼也明言 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有所放松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安全议题上 美方依然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五角大楼的官员还提到 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行为 感到担忧 并希望能够推进与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直接对话 尽管目前尚未有具体的安排 但美方对于确保台湾的稳定 与安全仍然抱有高度重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香山论坛期间 美中再次举行军事政策会晤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中两国的防务部门官员 星期日9月15日 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 结束了第18轮美中 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这是时隔8个月后 两国防务官员再次举行这一会谈 凸显了在南中国海中 非对抗情势加剧 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不减的局势下 美国官员持续重视两军交流 美国防部官员 致力于保持美中两军沟通畅通 美国国防部 在星期日举行的一次 线上简报会上介绍说 代表美国参加 北京香山论坛的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迈克尔 蔡斯 Michael Chase 中方一名陈思茂 与中国中央军委 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官员 共同主持了此轮会晤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此轮会晤举行时间 是9月14日至15日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 在星期日的媒体简报会上说 这轮会谈是一次机会 让我们就我们对两国关系看法 及关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表达坦诚意见 他说 在会谈中 美国国防部强调了 保持两军沟通畅通的重要性 以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 并降低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 这名官员表示 自2023年11月以来 五角大楼致力于稳步重建 与中国的军事沟通渠道 今年1月 蔡斯在美国五角大楼 与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举行 第17届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随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与中国新上任不久的国防部长董军 5月借香格里拉对话 在新加坡进行了会晤 香山论坛举行前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 塞缪尔 帕帕罗 Samuel Peppereau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司令员吴亚南上将 进行了视频通话 另外 美国国防部今日还证实 吴亚南将出席 美国印太司令部下星期 在夏威夷举办的一次防务会议 五角大楼 美国对中国威胁保持警觉 不过 星期日对媒体进行简报的 这名五角大楼官员强调 美国积极进行美中两军外交活动 不代表美国对有关中国议题的 处理方式发生了任何改变 他说 即使美国和中国都在探索 我们高级国防和军事领导人 未来交流的可能性 美国仍然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意图 及其在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行动 中国与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的持续对抗行动 是美方关注的重点安全议题之一 菲律宾星期日 9月15日 将部署于萨比纳浅滩 The Sabina Show 中国称仙宾礁 菲律宾称艾斯科达潜滩 的大型巡逻舰 特雷沙 马格巴努亚号 BRP Teresa McBernoy 撤回港口 飞方随后表示 将在向这一有争议水域 派遣另一艘舰艇 此前 中国和菲律宾星期六 8月31日 互相指控对方 在这一海域 故意冲撞对方的船只 美国多次重申 会坚决执行 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并明确表示 这项条约适用于 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共船只和飞机 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 遭到武装攻击的情况 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 我们向他们 中方告知 我们对 中方 针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 采取的危险和升级行动 特别深感关切 包括在萨比纳潜滩 正如我们在与中方的讨论中 指出的那样 中国船只 故意撞击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船只 他强调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支持菲律宾 这名高级官员说 中国常常向美国表示不满 认为美国 对非方的这一承诺 是一种威胁 而美方对中国的解释是 在我们看来 这是为了确保中方 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义务和承诺 因此 我们再次向他们强调 这菲律宾 是我们在印太地区 历史最长的 共同防御条约盟友 五角大楼 向北京传达了 对中国增加 对台胁迫的担忧 这名高级官员还表示 中方向美国表达质疑 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发生了转变 他说 美国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以台湾关系法 三个联合公报 和六项保证所指引的 他同时说 我们也的确表达了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年来在台湾海峡 和台湾周边地区 特别是自前议长 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 在某些情况下 进行的越来越多的胁迫 或恐吓 或破坏稳定的行为的担忧 主管台海事务 美国方面希望推进 美军印太司令部 与解放军东部战区 领导人的直接对话 不过 五角大楼的这名高级官员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 目前上无相关的具体安排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